长期以来,霍罗曼空军基地一直是尖端飞机的实验场 不过这些日子来,这里能看到的有人驾驶的飞机已经寥寥无几 只剩下几架德国造的喷气式教练机了 统治霍罗曼天空的如今是所谓遥控驾驶飞机 机组人员从来就没有离过地面 控制飞机的主要是屏幕和电子游戏式的操纵杆 数百名年轻的男女空军人员在这里受训 学习足不足够,便在万里之外的阿富汗和野门出击杀敌的技能 结义是一名教官 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的头脑里就被灌输了这样的概念 这不是电子游戏,这是现实 最终我们会进入这样的情况,使用武器杀死敌方战斗人员 过去,遥控飞机的驾驶员必须有在天上开过飞机的经历 如今,军方正在抢时间扩大无人机驾驶员的数量 在这处教学中心,学员直接从基础训练开始 使用遥控驾驶飞机的成本,比起有人驾驶飞机来说,只有九牛一毛 而且全面培训只需要126天,是训练有人驾驶飞机飞行员所需时间的大约一半 我们可以观察房屋、大楼、院落、河流 驾驶员教官林赛最近刚生了孩子 对他来说,遥控驾驶飞机还有其他的好处 坐在国内的基地控制一架在另外占据的飞机 有时脑子很难转弯,不过这真的很棒 你可以有时间回家,这是好处之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历没有风险 驾驶员不对记者透露他们的全名 部分原因是他们收到的死亡威胁 这些威胁多数都来自美国国内 捷一曾经操纵过无人机作战 对他来说,工作绝不是毫无压力 开遥控飞机的弊端之一是 我目睹了作战情景 然后又开车回家 可能在四五分钟之内就要解除压力 回家去跟家人见面 这种转换有时很难做到 遥控驾驶飞机的任务之一 是发现和摧毁那些威胁美国地面作战人员生命的爆炸物 对这里的驾驶员来说 他们相信自己是在拯救美国人的生命 想到这一点做起工作来就更安心一些了 美国之音雷露斯 新墨西哥州霍罗曼美国空军基地报道